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三根K棒你会觉得怎么搞的 好像就横在这里 你说要藏红也没有 要藏黑也没有 从上个礼拜三指数在创 29年半的新高之后虽然有压回 可是幅度不大 你幅度不大可是这几天 反而指数就在走区间 而且更有趣的一个状况就是 它整个成交量都萎缩了 比方说昨天涨个五六十点的时候 成交量只有1100 那今天台北股市目前跌了42点 可是成交量到收盘 只有1000亿的出头 对不对 那怎么会这样子呢 那各位 其实你看我的节目也好 或者是 你看我们的这个Line Edge 我都跟各位讲 我是用一个比较 国际金融的角度 然后用一个比较合情合理的模式 来跟大家去分析 那这个分析我不是分析今天 那我都跟大家讲 我们去看未来会怎么走 那如果说能够了解未来 那我就知道我现在我要怎么做嘛 对不对 从上个礼拜 期货结算完之后 我就跟各位讲 我说这个盘未来会有一段期间 而且这期间可能会拖长 未来会有一段期间 指数就是涨涨涕涕涕涕涕 它就是在走区间 那当然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么看 那原因到底在哪里呢 那当然你应该知道嘛 今天晚上是平安夜嘛 明天圣诞节 所以外资休假 昨天的美股它只开半天盘 那今天的美股它是休市 那到了下个礼拜又有元旦假期 对不对 所以整个国际股市到现在为止 几乎都是偏向整理盘局 那这里有一个更有趣的现象 你来仔细看 上个礼拜三是不是台子级结算 对吧 那你是不是转新仓 转新仓是不是转一月份的仓位 对吧 外资到昨天为止 它的期货多单 只有4万口 4万口我是觉得还算多 它要放假了 它昨天的新仓 昨天的转仓之后 到昨天是4万口 可是重点在哪里 你来仔细看 下个礼拜有摩台结算 那各位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你注意看 摩台的未平常口数 你注意看 如果说我们就从这一波 摩台的未平常口数来看 上个礼拜三台子级结算 还有24.7万口 到昨天是21.3万口 好到今天 14.3万口 下个礼拜才结算 结果从昨天从21万多口 到昨天的盘从21万多口 减到14万多口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外资要休假了 不完了啦 赶快放假去啦 所以呢台子级仓位不多嘛 但是还有4万口 我觉得很不错 但是因为下礼拜摩台结算嘛 所以摩台的仓位在这几天 它拉高的时候 反而他们全部都 几乎都做获利出厂了啦 因为就是要放假 那当然你会觉得说 老师那外资放假 指数空间也不大 量也缩啊 这盘我也放假好了 老师那样 我跟你讲 如果你有这样的操作 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观念不对 为什么这么说 你来仔细看 台北股市这几天 虽然成交量它不大 指数在走区间 那我这几天也跟各位讲过 未来这一段期间 我认为了 搞不好会延续到一月份 都是这样子涨涨涟涟 那这种涨涨涟涟的盘呢 它只要不是出现爆量跌 我建议你 你都不要去管指数 真的你就不要去管指数 反正国际股就这样嘛 涨涨跌跌嘛 因为也涨够多了嘛 你稍微给它整理一下 量缩一下 没有什么不好啊 可是问题是 你看到指数没有涨 你就会觉得说 那算了我不要做 如果是这样心态 很多观念你没有清楚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外资它在本身的操作 它跟期货有关 所以它的操作 都跟什么样的个股有关 都跟全指股有关嘛 你看台湾50 也是量缩嘛 走区间嘛 对不对 可是你现在台湾50 就是说全指股的筹码 是集中在外资的手上 所以你说外资休假 你台北股是要大跌 也看不到啊 所以指数你不用管它 但问题是外资休假的情况之下 台股里面还有内资啊 而且外资做全指股嘛 那你内资做什么股票 内资就不用去帮外资拉台啊 他就不用去买全指股啊 他会去找什么 比较不占全指的个股 容易压台的个股 所以如果这个时间点 你把你的资金去掌握内资的操作 老实话你会赚很多 你不要看这个指数是这样子哦 好像没有动哦 可是你只要掌握到内资的个股 你绝对可以赚很多 是真的吗 你放心 我让你看那一就赚钱 好不好 我跟他说过 你把观念拧清楚之后 你就知道说你的资金要往哪里跑 所以如果说你对盘是不了解 我跟他说嘛 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LINE 而且你今天加入LINE 除了大盘的分析之外呢 还有个股该怎么做 到底现在的资金会往哪里跑 你看我们的LINE 你绝对赚得到 为什么 你来仔细看哦 指数没有动啊 可是我最近一直跟他讲啊 你不要去乱做 我说句话 专业度如果不够的话 这个盘你不要乱做 为什么 你仔细看哦 最近是不是有些股票 指数没有跌啊 可是有些股票是不是让你看到 怎么搞得跌一段下来 对不对 台股有没有跌 没有嘛 可是呢为什么有些个股呢 在这段期间里面 它会出现下跌 涨那么多了 那你还再去追 难怪它股价会下跌 你再仔细来看 是不是都涨一大段了 那结果呢你再去追 追到现在为止 你从9月份 这段期间里面 9月份开始到现在来为止 你去买的 你没有赚到钱啊 所以我说你不要乱做 专业东西交给专业的人 好不好 这个LINE可以帮得到你 而且这种盘 你说老师指数不动 外资休假 我也要休假 不要这么想 你看这个LINE 你赚得到大钱 怎么赚 仔细看哦 当时我跟你说过 这个盘会涨什么股票 如果你不了解的 没有关系 你加入LINE你会知道 你会知道 你不会去浪费你的 这进去买其他的 一堆有的没有的股票 好不好 当初我怎么跟你讲 12月11号啊 那时候我跟他讲 第二波攻击股 我们今天一早进场 我发LINE给你的时间点是10点多 那时候去买什么股票 我说会员买进6668中阳光 而且这样的个股你不用追高 因为它是周线底部形态 来到要攻击的时刻 有没有 是不是哪一档 LINE里面有没有讲很清楚 6668中阳光 好各位 你仔细看嘛 现在的盘不是叫你去追高 是怎么样去掌握这个市场的轮斗 到底内智在这个地方 他会去买什么股票 内智没有那么笨 他不可能去买那个什么 已经涨一大段的股票 他经常去买 如果说今天投信法人是这样子买 打到现在为止 已经在近期创新低 他会没有工作 你知道吗 与其去追高 他干脆从低档去买起 所以当初我跟你说中阳光 周线大抵完成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嘛 那时候外资也在偷吃啊 所以有些个股在技术面 有法人在进场的时候 他就是准备要攻 所以12月11号 当天找盘9点04分 我叫你再73块买 你买得到哦 9点05分的时候 还有72块8 都穿价了 所以当时你买完之后 当天攻掌停 同学我不是让你要赚掌停 我不是拿掌停板的出来跟你讲 我要赚坡段 但是重要的时间点 我买进去之后呢 你仔细看 你说老师啊 指数没有动 到上个礼拜15% 到今天为止 再创新高 你第一档买完之后 投资票超过两成 有没有超过两成 可是你想想看啊 台北股市在这段期间里面 有大涨吗 没有啊 可是在没有的情况之下 你看到指数不动 你就说不要做了 我就跟你说 你会错失很多赚钱的机会 因为当你的观念 没有很清楚的时候 你又会认为指数没有动 没有行情 可是呢 整个内置的操作 它还在延续啊 所以呢 内置会做什么股票 我就跟他讲嘛 那个不要不占全职的股票 他很好啦 但是那个资金的流向 你要抓得对嘛 那你今天抓不到 这种资金流向 我跟他说嘛 你看我的赖会赚钱 有没有赚钱 有没有赚钱 赚多少 超过两成 到今天为止再创新高 那你是买在这里啊 那我问你 你担心什么 我有让你追高吗 没有嘛 而且像这样子低档买完 像中阳光这样能够创新高 又能够有波段的利润 不是只有一档哦 同志你先想看哦 我一直敢跟你讲说 你今天看我的赖 就能够赚得到钱 原因在哪里 我今天写给你的东西 对于整个盘式的操作 我们要怎么看 对于这个盘 这个时间点 个股要涨什么样的股票 我从来不是在盘后跟你分析 就像我的节目是在盘中 你要赚钱就有盘中啊 所以你连盘中都看不懂 你等到盘后再来看 买点都错掉了 都走掉了 你还有什么好做的 对不对 所以我就跟他讲嘛 11号的时候盘中告诉你中阳光 第一档买完今天再创新高 你超过两成 那这样子能够走波段 超过两成的股票 不是只有一档 你再仔细看 11月18号 那时候9点52分 我就跟你讲一档个股 叫6591的动力 有没有 11月18号 47.75附近买进 买的位置在这里 结果买完之后呢 前这一段 它慢慢涨慢慢涨慢慢涨 三不五时创新高 好像又没上去 可是你买在低档 你不会被洗掉嘛 对不对 你够低嘛 你成本够低嘛 你追高到处看下来 你马上卖嘛 所以当时我低档叫你买 结果呢 三天一上来 超过两成 又是两成 不是只有两档哦 我们再继续 还有什么样的股票 11月22号 我跟你讲过融创 时间10点16分 对不对 同样是周线大底完成啊 我都没有叫你去追啊 结果呢 第一档买完 再创新高 接近两成 有没有 那同志你想想看嘛 你现在在意在指数上面 然后指数不动 结果你认为没有行情 其实你会这样子想 代表说你股票是买错的 为什么会买错 因为最近有很多股票 就是这样子啊 当你去追高之后就打下来嘛 那当然你会觉得没行情哦 可是问题是为什么会 你为什么会去追高 每个人都想买低卖高啊 可是低档你不买高点 你拼命追 但是你今天看我的赖 你绝对赚得到钱啊 为什么 因为我绝对是让你买低卖高 所以呢 超过两成的股票 融创快两成了 动力低档买完 超过两成 中阳光 12月11号低档买完 今天再创新高 又是两成 我可以跟各位说 当你能够掌握到 内置要操作的股票 你可以继续赚 而且你可以赚很多 那当然如果你错失 这些股票怎么办 我跟你讲 后面还有新的股票 这个法人在作账的过程里面 我认为啊 12月是今年的第四季季底 法人他一定要作账嘛 但这行情没有结束 他不可能就这样马上结账 所以他的作账行情 会拖到1月份 为什么 因为快农历年前啊 他先赶快赚起来 否则他明年要从头赚 他很辛苦 所以你现在要去掌握 内置的股票 你才能够赚得比较多 但是重点是 什么叫内置的股票 你随便乱做啦 我说过嘛 你乱做你不如跟着一起做 为什么 你看我的赖 你都能够赚超过两成 而且不是只有一档 那如果说在这个行情里面 到现在为止 你想要在农历年前 赚个红包的 我建议你 你看我的赖 都能够赚得到钱 我发现你赶快跟着一起来 你赚更多 为什么能够赚更多 我会帮你抓轮动 什么叫轮动 等一下我给讲给你听 好不好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 年度会员史上最好康 绝对不增加你的负担 你要年前赚红包的 赚不赚得到 超过两成赚不到吗 超过两成赚不到吗 将近两成你赚不到吗 任何一档你都赚大红包啊 但问题是你要赚更多嘛 所以你要加紧脚步 年度会员史上最好康 绝对物超所值 欢迎你广告之后 打电话进来 待会我们再来看 我要怎么样利用 这样的盘面里面 指数不斗 但是我们抓轮动 继续让你赚更多 轮动在哪里 待会回来做解说 好不好休息一下 亚洲头骨 招牌老品质好 市场唯一的老字号 人才多 专业多 经验多 三多 三多 营造获利 三多 创造财富 股票 期货的专家 多空操作的赢家 亚洲头骨 就是你家 有家的温暖 02 2578 3777 02 2578 3777 亚洲头骨 真心照顾 亚洲头骨 招牌老 品质好 市场唯一的老字号 人才多 专业多 经验多 三多 营造获利 三多 创造财富 股票 期货的专家 多空操作的赢家 亚洲头骨 就是你家 有家的温暖 02 2578 3777 02 2578 3777 亚洲头骨 真心照顾 车怎么看啊 你怎么看啊 好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 有法导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 或119救护伤害 三 交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激证 四 无人受伤时 将车辆移到 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 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波化已等 就对啦 好 欢迎回到现场 今天指数没有什么空间 其实昨天涨也好 今天跌也好 其实都有一个特色 因为台股昨天成交量 大概只有1100 那今天的台北股市 到收盘的时候 大概就1000亿出头左右 所以指数空间不大 那刚刚我跟各位讲过 因为外资 昨天美股是半天交易 今天休市 那元旦附近那几天 还是要会停止交易 所以像外资放假 当外资放假的时候 你又发现一个 很有趣的现象就是 上个礼拜的期货结算完之后 现在外资的期货多单 4万口 其实4万口算多的 算多的 但是下礼拜的摩台结算 就有趣了 昨天21万口 结果到 应该说前天21万口 到昨天只剩下14万口 这代表着说 你下个礼拜的摩台结算 台股就算要拉高结算 空间也不大 所以就是维持区间 那这区间盘 可能会延续到1月份 所以我是建议你了 你把指数先把它放一边 反正他只要量缩 你不用管他 但问题是指数虽然没有空间 但是我跟他讲 那是因为在外资休假的情况之下 那当然你全职股休息 可是你内资的账还是要做 趁这个盘 趁这个行情 这个盘还是维持在多方趋势的时候 过年前他要赶快把账结出来 所以你掌握内资的操作 你可以赚很多 好吧 但问题是 很多人都做那个顺势盘 什么叫顺势盘 股票就用闭着眼睛买下去 然后希望盘每天涨 反正股票不涨了 你看到盘每天涨 你又认为说 总有一天会轮到他 但问题是 现在指数走区间 你现在想的是 市场的资金会集中在 什么样的股票 怎么去抓 我说这个赖可以帮你 你想想看 今天你不用花任何一毛钱 你看这个赖都能够赚得到钱 那你跟着做你一定赚更多 是不是这样子 你仔细看 今天盘不动 我们的个股再创新高 12月11号跟你讲的中阳光 赖里面跟你讲一档 就是中阳光 第一档买嘛 73块附近买嘛 买完间再创新高 超过两成 有没有波段 我有叫你追吗 没有吧 那像这样的股票 我跟大家讲过 后面的轮动怎么抓 你错识这一档后面要怎么抓 后面的轮动 你注意看嘛 12月16号 上个礼拜一 如果你是资金小的 我说这里有一档低价大标股 突破收敛三角形 速度会加快 图形我修在这里 图形我修在这里 16号那天 还没有动 他叫金国光 结果动了没有 当他一突破起来 12月20号冲上来 我说还有高点 结果这一波有没有冲高 有吧 我的会员都买在这里 你看我的LINE 那时候我也跟你讲在低档 对不对 所以你低档买完到现在为止 你继续赚 你说是这档怎么办呢 还有没有 上个礼拜一 礼拜二 你资金大的去买亚光 也写得很清楚 这礼拜二 我说我昨天资金大的会员去买亚光 买完之后 旗长一买完冲上去 18号 这工 20号 还没结束 我跟你说还有高点 结果到昨天礼拜一 赏停牌 有没有让你看到再创新高 又是两成了 你说指数没有空间 可是有多少挡股票 我已经让你赚两成了 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到 当你低档买完股价冲高 你根本没有最高的疑虑 而且你今天不会就只赚这两成 为什么 你仔细看 今天的冲阳光 低档买完已经超过两成了 但问题是 有的时候我跟你讲 你低档你就先买 你不要说每次冲高爆量之后你去追 你看 今天是不是出量 台股没有量它出量 可是今天流畅影线 这代表什么意思 有人在追 那我就跟你讲 你要追我就给你 我们都是在低档买完 我说低买高卖 我说我就是这样子做 结果呢 你看 中阳光八九块附近市价获利出金 今天卖掉之后呢 我马上把资金移转到 中阳光获利的资金去买3026核生堂 101.5附近去买进 你看 这地方买你今天已经赚超过两成 你今天高点把它卖掉 反正就低买高卖 大家都想这么做 问题是很多投资本就是做不到 什么叫低什么叫高不知道 一定要等到股价涨了一大段了 再来去追看看 你从来都没有做到 所以我就跟他讲 你这样的操作模式你要稍微改正 这样这么多年你都这样子做 如果你那样的做法能够赚钱 你赚就好呀 不是这样子吗 可是为什么你永远想要低买高卖都做不到 但问题是你今天看我的line 我又没有做到 我又没有做到 低点有买 压高有卖 卖掉之后呢 今天去买和生堂 找牌101.5附近很好买 有没有 买完是不是上来了 有没有上来 我问你啊 你有没有赚更多 早安都出来了嘛 所以我跟他讲说 为什么我是建议你 与其你去乱做 然后呢 股票跌下来了 掏一堆 那你干脆就跟着一起来 当你今天看我们这个light 都能够赚得到钱 我要让你赚更多 更何况你现在面临到的是什么 农历年前 不要说把钱卡在股票市场里面 要用钱怎么办 叫你赔钱卖吗 你也没办法要用钱 但是我跟他讲 这个地方年前我要帮你赚红包嘛 年后我们来拼财富嘛 你说这个盘指数空间不大 没有行情不做了 可是呢这种行情我照样帮你赚红包 而且是大红包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到啊 这一波你跟着我们操作的 很多股票都已经赚超过两成了嘛 那这样的模式呢 都是低档在买啊 可是今天呢重点是 前面的个股 如果你说你都没有跟 然后呢你又自己去乱做 那现在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够在农历年前 赶快把它再拼拼一点 然后能够过个好年 各位后面的轮动就很重要了 今天我们在light里面 因为这几天我们开始在布局的是 今天24号嘛 我们开始在布局的是 从12月下旬这一段 去跨1月份 到底什么样的股票 后面这一段它就继续攻 因为我的预计是1月份的行情 应该就是还是区间 还是区间 但是那支的作帐行情 它不会在12月底结束 因为有这个行情干嘛结束 我现在赶快再把明年的获利 赶快再多拼一点进来 那明年就不用那么辛苦 所以呢内支会做什么股票 你注意看啊 今天我就跟大家讲 有些股票到现在为止呢 都在低档的形态 我现在介绍给你的 都是这种低档的股票 我没有去让你去追高过 没有让你追高过 所以呢 有些个股在这个时间点 它除了外资之外 还有大股东会进场 所以有些个股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说当它一突破 瘦链三角形的时候 代表说这整个大底完成 它今年大半年的股价 都还没有动 可是基本面不差 所以大股东也开始进来了 所以有些个股你买得起 而且呢这一价的 你绝对买得起 后面又能够赚得快的股票 就像什么 中阳光 就像亚光 这一涨起来都超过两成 所以下一档的个股 我帮你准备好了 但问题是 你要赶快跟着做 好不好 不要自己乱做 与其乱做不如跟着一起来 OK 所以咧 年度会员 史上最好康 绝对物超所值 我已经帮你赚了很多档红包了 我还要继续赚 年前赚红包 我们年后我们来拼财富 好不好 好好把握这个优惠的机会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年见 拜拜 本投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平铺 并自负投资风险 更风采金台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台股直播室 超强民事阵容 直播现场 急问急答 台中其实为您解答 4月起 明天早上9点开始 进行锁定运工财经台 台股直播室 亚洲投股 招牌老品质好 市场唯一的老字号 人才多 专业多 经验多 三多 营造获利 三多 创造财富 股票期货的专家 多空操作的赢家 亚洲投股 就是你家 有家的温暖 02 2578 3777 02 2578 亚洲投股 亚洲投股 真心照顾 亚洲投股 招牌老 品质好 市场唯一的老字号 人才多 专业多 经验多 三多 营造获利 三多 创造财富 股票期货的专家 多空操作的赢家 亚洲投股 就是你家 有家的温暖 02 2578 3777 雅洲投股 亚洲投股 真心照顾